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的悬疑惊悚片 屠夫小姐 故事开始一家肉铺店内 墙上挂着一排各式各样的刀具 身材活辣的老板娘 玛丽的分割着案板上的肉 这时墙上有一只蟑螂 只见老板娘一刀飞过去 蟑螂被牢牢的钉在墙上 真是好刀法啊 另一边警局正在处理一起 凶杀案 天下大学医院精神外科的江振宇 在酒店客房被害 男主阿俊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凶手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等任何痕迹 这样看来只有把线索寄托在实验报告上了 法医姐姐告诉阿俊 被害人的伤口是一种特殊的道具 相当的分离 凶手并没有一刀致命 而是将受害者折磨致死 显然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 凶手和受害者之间应该有过节 通过酒店的监控记录 阿俊发现了嫌疑人阿珍 第二天 阿俊找到了阿珍 阿珍和受害人是上下属关系 阿珍十分紧张 担心被遣规则的事被人知道 昨晚他确实去了那里 但凌晨四点就离开了 一番盘问下来 阿珍并不是凶手 当晚 一个美丽的身影再次出现 走进一个男子的房间 又是同样的手法 将其结果 案子越来越复杂 两次凶手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更加巧合的是 这次的受害人高震珠 和上一次的受害人江震宇 竟然是同事 凶手刀法熟练 经过分析 应该是个左撇子 由此判断 这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会不会有第三个受害人出现呢 会不会也是他们的同事呢 于是 阿俊再次找到了阿珍 从阿珍口中得知 两名受害人 身前走得特别亲近 他们俩还有一个 共同的好朋友 李奇旭 目前李奇旭已经转行 做起了整齐 他们找到了在此地工作多年的两名保洁阿姨 在一栋烤肉的贿赂之后 保洁阿姨讲出了关于这三个人的一件不堪往事 十年前 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下着大雨 一名昏迷的小姐姐被推进了急诊室 小姐姐长得特别的漂亮 犹如天仙下凡 当时在场的有江振宇 高振珠 以及李奇旭 一个月之后就听到了传闻 说那三个人对那个小姐姐做了很恶心的事 江振宇和高振珠都遇害 而如今的李奇旭 再整形夜 人气爆满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晚上 阿俊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了一家新开的肉铺店 他不经意的推开了门 动时被肉铺店老板娘的背影 和大长腿给吸引住了 回到家后 躺在床上的阿俊 一点睡意都没有 满脑子都是肉铺店老板娘的身影 第二天早上 阿俊经过肉铺店时 看到了肉铺店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队 原来附近的一些男人们 知道肉铺店里有个漂亮的老板娘 于是借着买肉的机会 来看一看美女 我们的阿俊也不例外 在肉铺店门口停了下来 呆呆地看着老板娘 直到老板娘一捧水浇了他一脸 才让他回过神来 随后 阿俊和助理找到李奇旭 试探者对他说 下一个被害人可能是他 还没等阿俊把话说完 做贼心虚的李奇旭 就大发雷霆 将阿俊赶了出去 晚上 阿俊又想去肉铺店 去瞄一下美丽的老板娘 在肉铺店门口 阿俊遇到了一个 驼被银发的老太太 老太太身上 很散发着一种 很好闻的香水味 不过阿俊没有在意 此时他的眼里只有老板娘 看到老板娘 阿俊有点红不熟舍了 竟然买了自己 不喜欢吃的猪鼻子 而工作上 由于李奇旭不愿意配合调查 阿俊和助理 只好暗中跟踪保护 这天晚上 阿俊跟踪李奇旭 来到一个夜总会 别看李奇旭 白天人模人样的 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副衣冠禽兽的样子 阿俊和助理守在走廊里 不小心碰翻了 服务员手上的托盘 其中还有一把怪异的短刀 同时也发现了 一个可疑的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转身凹头 阿俊追了上去 没想黑衣女子伸手果断 将阿俊推倒 阿俊爬起来 追了几条街区 最后还是更丢了 随后 专案组查看商场的监控记录 分析黑衣女子的身份 他们判断该女子是用刀高手 并部署如何调查到此人 而此时 助理已经调查出 十年前的那名小姐姐的身份 不知什么原因 他还改了名字 并且整过容 他现在的身份 是当红明星薛秀珍 随后 阿俊就找到了薛秀珍 阿俊询问他 十年前的那件事 薛秀珍回答 当时他处于昏迷状态 完全不记得了 阿俊觉得薛秀珍是有杀人动机的 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证据 只能放了薛秀珍 很快 阿俊就从黑女子掉落的短刀那里 找到了线索 这应该是切肉的刀具 没过多久 李曲旭还是发生了意外 现用的是 他又逃过了一劫 他在和凶手扭打时 刺伤了凶手的大腿 晚上 阿俊又来到肉铺店 这时他注意到了老板娘切肉的刀子 和上次凶手的掉落的短刀有几分相似 后来又发现了老板娘走路一拳一拐的 动视心中 把杀人凶手和老板娘联系到了一起 于是 阿俊强行查看了老板娘的腿 不想却因此和老板娘坠入了爱河 第二天 阿俊就得到了李奇旭失踪的消息 通过监控 发现李奇旭是被一名黑衣女子绑走的 另一边 李奇旭被绑到一个昏暗的屋子里 旁边的笼子里喊关着一只狼狗 随后 一个驼被银发老太太出现 她不就是那个经常来肉铺买肉的那个老太太吗 老太太慢慢地走到李奇旭面前 轻轻地说 是时候收拾你了 随后把笼子里的狼狗放了出来 原来老太太就是水旧真 老阿俊这边 案发现场老板娘并不在现场 而且她还不是左撇子 老板娘终于摆脱了嫌疑 让阿俊感到一丝的欣慰 两人顺利地发展成了情侣 过上了天天撒狗粮的生活 这天 阿俊无意之中看到了雪秀真主演的电影 其中就有一个老太太 阿俊觉得眼熟 她不就是那个经常来肉铺买肉的那个老太太吗 阿俊动识明白了 老太太和雪秀真就是同一个人 很有可能是雪秀真买凶杀人 阿俊立马来到肉铺店 此时 肉铺店已是人去电空 阿俊不断打听着老板娘的行踪 最后发现她在一家屠宰场工作 阿俊觉得老板娘欺骗了她 两人经过一番较量后 阿俊制服了老板娘 但她还是不忍心伤害老板娘 不久 阿俊辞掉了工作 和肉铺老板娘远走他乡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一天 阿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相册 打开相册 看见一张合影 原来雪秀真就是老板娘的妹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中 阿俊为了和自己生爱的人在一起 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为了自己最爱的人 真的可以放弃一切吗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参与评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